给奶奶一些好吃的东西 面包或者蛋糕 然后小红帽拿起来的蛋糕 然后让他走了 然后他去树林里面 然后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野狼说 小红帽你在干啥呢 然后小红帽说 我在去我的脑猫呢 因为我的脑猫病了 然后小红帽说 然后小野狼就说 野狼就说 我饿了 你可以吹 然后我就可以等着你吗 然后小红帽说 好 然后他就踩锅在路上了 然后大野狼就特别就跑了 跑回奶奶家了 然后野狼就敲门 然后奶奶说是谁 然后大野狼说是小红帽 然后姥姥说进来吧 然后野狼就进来了 然后就把奶奶吃了 然后小红帽 然后小红帽去他的奶奶家 然后他说奶奶奶奶奶你在这里呢 然后奶奶说我在这里是小红帽吗 然后小红帽 然後看到就是野狼的小紅貓還可以吃奶奶奶 然後小紅貓說奶奶你為什麼要特別特別大的耳朵 然後那個狼說我要請你特別多 然後小紅貓說你的眼睛太大了 然後那個野狼說我可以看著你特別多 然後小紅貓說你的嘴太大了 然後大灰狼全都把小紅貓吃了 然後狼仔就睡覺 然後野狼就來了 然後野狼就來了 然後他把野狼給擦個肚子 給擦個X 然後小紅貓蹦出來了 然後奶奶就走出來了 然後小紅貓說謝謝獵人 然後他說沒客氣 然後小紅貓就放特別特別多的石頭在野狼的肚子裡 然後野狼的肚子裡有好多石頭 等他醒了他就走不了了 講完了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不錯 爸爸你喜歡我講的故事嗎 喜歡 非常好 就是唯一小小的缺點就是然後然後太多了 其他都非常不錯 好